同志们咱都知道韩国财阀集团 比如有名的这个四大财阀 三星、LG、现代和SK集团 半个多月之前呢 这个四大财阀之一的SK集团 举办了一场婚礼备受关注 SK集团会长的二小姐 下架美籍的华裔军官 这场婚礼呢 也成了不少网友们的大型吃瓜现场 因为呢 就新娘的这个父母啊 SK集团会长崔太元 和前妻韩国前总统 卢泰鱼之女卢素英 两个人为了外事早就撕破头了 现在还在打离婚官司呢 如今为了闺女 还得在婚礼上被迫的合体迎宾 真的 就她家这个狗血剧情啊 都快成了韩国上流社会的大笑话了啊 有韩剧那边了哦 且听我好好唠一唠 先来介绍一下半个月之前 就10月13号那天的婚礼啊 结婚的是SK集团的二公主崔敏珍 她1991年的 她跟她大姐呢 之前一直在中国读书啊 崔敏珍高中读的是人大副中 后来进了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 毕业之后呢 崔敏珍也没有急着回家族集团工作 反倒去参军了 从2014年到2017年 一直在海军服役 那退役之后呢 还去中国某家投资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 之后才回到了自家的SK集团工作啊 去了美国分公司上班 应该这二小姐这个履历 听起来是不是跟其他富二代一比啊 算是一股清流了 还有报道说 她身上没有富家女的交管 还去餐厅打工 还经常被老板骂 不过也有她北大的同学出来曲曲过 说什么二公主 其实没有那么借地气 出行都做头等舱 还喜欢收藏名贵红酒啥啥的啊 2020年呢 崔敏珍就在她在美国做的公寓呢 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凯文黄 这个男的投走了学霸啊 本科哈伯的啊 MBA呢念的是Stanford啊 毕业之后去参军了 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后来呢还在驻韩美军工作过一段时间啊 他俩都有军旅生活的经历 这么看也是两人可能有共同话题 迅速走到一块的原因 虽说南方家点没那么厚 但是也算年少有为了 能看出来女方家庭的还挺满意的 所以就好两年多啊 今年10月份这个婚礼呢 就如期举办了 10月13号一早 韩国上流社会各界人士 集体出动官吏 韩国四大财阀家族啊 除了现代气势的掌门人 有事没来之外 LG集团聚光膜 三星李在荣都到了 婚礼风格呢 是素雅清新风 然而外界的关注度 更多的是放在了 罕见同框的新娘父母身上啊 他俩一起坐在女方父母的位置上 观看了整个流程啊 女儿女婿过来致谢的时候 还一块站起来受礼了 不过一事一结束 两个人就迅速坐到了 不同的餐桌上 生怕爱着对方 也能理解啊 毕竟崔泰元和卢素英 这俩人正在打着 韩国史上最贵的离婚案 要分割1.3万亿韩元的财产 特别是这个男的崔泰元 顶着顶级财阀的身份啊 毕竟SK就像那话是人嘛 为了个外事 真的脸都不要了 自己主动登报 说跟妻子感情破裂 有了二加一啊 还没离呢 就天天跟外事招摇过世啊 非常狗血 要说是崔泰元和卢素英 两个人之前 也算是金童玉女了 一个是总统之女啊 一个是财阀贵公子 这人设放到小说里边 也是妥妥的双墙高干门啊 有一说一这个婚礼呢 看着是门当户对的啊 但我觉得还是南方占便宜多一点 先不说SK集团借着月证啊 卢泰元的社会影响 拿了多少项目 单说崔泰元能成为 SK集团的接班人 我感觉都少不了 老赵人家的助力啊 毕竟SK集团是他大伯创立的 他大伯还有长子呢 怎么着都轮不到崔泰元来接班吧 这崔泰元呢 也跟其他财阀一样 被韩国政府收拾过 进过两次监狱 第二次进监狱 是2013年 被指控农用公款啊 赶上了2015年政府大社 他就提前出来了 谁能想到 这男的出来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主动登报 说自己已经劈腿十年了 私生女都五岁了 还说自己跟原配 卢素英早就没有感情了 隔空喊话 希望两个人好聚好散 赶紧离婚 咱就说啊 这男的公布劈腿的时间呢 那是精挑细选的 因为在他登报前不久 韩国刚刚好废除了通奸罪 他人一点都等不了啊 而且这个操作呢 基本上是把原配的脸 按在地上摩擦了 那能让崔泰元 为爱发狂的女人呢 叫做京西音 因为这个事呢 他还有个外号 叫韩国最强小二加一 京西音呢 比崔泰元小15岁 今年48岁了 他是美籍寒医 做心理医生的 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跟前夫还有个儿子 而且他1998年呢 来中国读过书 上到是央美 不过后来有人扒出来 说他学历造假 具体他咋跟崔泰元认识的 这个倒不太清楚 但是从时间线上看 他2006年左右 才跟前夫分居 那会儿他已经跟崔泰元在一块了 关键是啊 崔泰元对他稀罕到啥程度呢 抛弃弃子不说 就刚才我不是说 他2013年因为挪用公款入狱了吗 这钱呢 据说他是用来给京西音 买汉南洞的顶级豪宅的 所以京西音呢 还有个外号叫汉南洞夫人 京西音在社交媒体上发的 好多都是跟艺术有关的 剩下的就是看展啊 做慈善啊之类的 总之呢 岁月静好 就让崔泰元觉得他 不爱名牌 特浪漫于姑娘 那这边呢 崔泰元跟京西音都同居上了 反观袁配卢苏英那儿 他是死活不同意离婚 甚至还提出 愿意把他俩的私生女 接回来抚养 刚开始就看到 袁配身边的回应呢 好多人都觉得 你是不是有点太窝囊了 现在看南 一切都是缓兵之计啊 卢苏英从那时候起 就开始酝酿复仇了 因为南洞2015年提离婚那会儿 卢苏英的三个孩子 都还没有在公司站稳脚跟 所以卢苏英一边安插 三个儿女进高层 一边在集团内部培养心腹 一边收集崔金二人劈腿的证据 终于在2019年 手握重重铁证啊 高调归来的卢苏英 主动提出了离婚诉讼 卢苏英也没忘了收拾他 要求他赔偿精神损失费 而且还让他还钱 因为崔太元 往金星那花了 得有1000亿韩元了 这些都是他们的婚后财产啊 最终呢 今年4月和6月 韩国法院判决 卢苏英在两起案件中 全部申诉啊 前夫崔太元得向卢苏英分割 35%的SK集团资产 价值1.38万亿韩元 还得是现金支付哦 至于金西英呢 则要向卢苏英支付20亿韩元 当做精神补偿啊 对于这个判决呢 金西英并没有做了上诉 还公开向卢苏英 和卢苏英的三个孩子道了歉 至于那20亿的精神损失费 也给卢苏英打过去了 从结果上看 卢苏英带着儿女们 杀了个漂亮的回马枪 但是仔细看 这个瓜还不算完 因为SK集团的下一代继承人 还没有着落呢 毕竟这外侍金西英那儿啊 也有个私生女呢 而且虽说金西英跟前夫有个儿子 但是崔太元 真的把这个继子 当做亲儿子在养 有报道说啊 这个继子已经改名姓催了 老话说的好 有了后妈又有了后爹 谁知道这个狗男人 将来会不会把公司都给人家呢 总之呢 这出史上最贵离婚案 只是有初步的结果 至于将来啊 咱们就等着看戏吃瓜吧